對肉館來講 或許David Miller還不如James Harden Hero 2000多萬 James Harden 3000多萬 Hero相信3000萬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在價格上很對的 而且說真的Hero又年輕 那Hero本身的得分能力可以來幫助 Hero隊建構一個不同的陣容 對Hero隊來講 他得到一個平均20分的射手 可以來幫助Joan B 可以來跟Tabias Harris組成一個很棒的側依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交易 我來聊一下今天的胡人隊公路這場比賽 公路108比97 擊敗了胡人 Labrault沒打 Austin Reed沒打 Ed Vincent沒打 Jerry Vanderbilt沒打 胡人隊四個革換主力都沒打 那他們勝負不是那麼重要 我跟大家聊一個 Yanis和Dakumbo在這場比賽的第一個 低位的背框單打 他單打Christine Wood 大家去看Twitter以下可以看得到 第一個球 背框單打 他剛受教於夢幻Dream Olajuol的背框單打 夢幻腳步 這個球其實Yanis走不了 我同意Gilbert Arenas他的評論 這個球真的走不了 在開局的胡人隊射進一個三分之後 Yanis在低位背框持球 右邊的低位背框單打 Christian Wood他的確是走步 那說真的 我覺得現代的社群媒體 把很多事情都誇大了 你要學夢幻腳步的確可以找Olajuol 但是NBM那麼多教練 沒有人會教背框跟腳步嗎 肯定有 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言過其實了 Kobe去受教於Olajuol La Blanche跟Olajuol學 都是很棒的 但是在現代過去這十幾年的社群媒體 說真的背框 Olajuol怎麼教 你自己來臨摹 教練 專業教練來要求你整個細節 應該都可以 所以我倒覺得 大家把Olajuol的那個角色跟重要性捧得太高了 另外就是我覺得Yanis的打法在改變 他為什麼要落位 因為Dominion來了 在現代籃球裡面 講究快速的攻防轉換 講究壓迫式的防守 幾乎沒有位置 沒有位置 也就是傳統的中攻快不見了 傳統的扣球後衛也慢慢在消失 現在NBA不是應該說全球的趨勢 幾乎都打一個全攻全守 沒有控球後衛的角色 剛剛Rony你不是提到嗎 富邦勇士完成了三連霸 他過去這兩連霸 就最近的第二連霸跟第三連霸 他在總冠軍系列賽 經常打一個沒有控球的戰術 不管是黎智杰控球 還是張宗憲控球 他總是有辦法贏下整個系列賽 這一點我很佩服 富邦的總教練 許靖哲 他的確是目前國內最出色的教練 但是我會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我已經講了兩年了 當富邦用這個沒有控球後衛 讓張宗憲把球帶過去 讓林志杰把球帶過去 這樣的一個打法 他都可以拿下三連霸 台灣籃球真的在退步 我不客氣的講 張宗憲35歲 林志杰41歲 我必須講 他們的控球方式 如果你擺到亞洲杯 他真的連半場都帶不過去 我不知道國內有沒有球評 有沒有媒體這麼講 但是我就是這麼講 那就表示台灣的籃球真的在退步 這兩年我一直在講這個問題 富邦打手冠軍系列賽 我都演看 我心裡想天啊 這個控球比你拉拉還可以推進到半場 然後你還打不贏他 你還讓一個40歲的老球人 一個35歲的老球人 從來沒有打過控球的 還可以把球順利的帶過去 甚至於他們經常 在整個系列賽還有兩三場 林志杰 張宗憲都可以幹20幾分 還可以贏你 我覺得台灣的教練跟球員 還有我們的職業籃球 大家要想一想 我們到底職業籃球這三年來 我們是進步還是退步 好不好 我不要再得罪了 還是來聊MBA 還是來聊MBA 對聊MBA 我倒覺得 穩梅亞馬滿值得大家來關注 因為最近不管是社群 台灣的媒體 很多的highlight 穩梅亞馬220公分 他那個驚人的畢戰 在熱身戰真的打的 那不只是虎虎生風而已 他根本沒辦法阻擋 他的兩分球命中率 高到難以想像 他沒有投進的 大概都是三分外線的跳投 他在禁區裡面拿到球 你幾乎沒有辦法防守 這幾天的highlight大家都看到 我相信 穩梅亞馬第一個賽季 平均20分應該沒有問題 我覺得那是個基本 先幫你記錄一下 記錄一下 第一個 穩梅亞馬 新人賽季平均20分 藍板他可能不會太多 我覺得藍板的部分 因為他大部分時間都飄在 禁區的外圍 所以我覺得他的藍板不會太多 平均大概就是八個 最多可能九個 那 馬仕隊 馬仕隊 今年還是打不進季後賽 這是要怎麼做一次 馬仕隊 今年還打不進季後賽 馬仕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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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還是金塊 應該還是金塊 西區的冠軍 請容許我 有一個彈性 不是勇士 就是胡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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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